赵露丝祝贺中秋节 王杰克逊和赵露丝承诺活动结束后在泰国开展新项目 在最近从泰国返回后 中国女演员赵露丝在成都机场受到了热情洋溢的粉丝们的欢迎 当她下飞机时 赵露丝发现自己被热情的粉丝包围 他们热切地用视频和自拍捕捉这一时刻 展示了她与支持者真挚而愉快的互动 这温馨的一幕发生在今天 即2023年9月29日 她通过微博与粉丝们分享了这一瞬间 随着中秋节的来临 赵露丝和她代言的IF品牌 向她的粉丝和大众送上了温馨的祝福 在一则中心的信息中 她表达了希望每个人都能在这特殊的时刻 与亲人和朋友欢聚一堂的愿望 她的信息鼓励人们不仅品味椰子水的甜蜜 还要珍惜在明亮的月光和晴朗的天空下 与家人和朋友共度的宝贵时光 即将出席抖音精彩之夜活动 令人兴奋的是 赵露丝即将在即将于2023年10月15日 在北京举行的备受期待的抖音精彩之夜活动中露面 这个活动承诺为粉丝和追随者带来一堵他们最喜爱女演员的机会 在最近的泰国之行中 赵露丝和其他明星杰克逊 王Jackson Wang暗示了他们将宣布即将推出的聚集和未来项目 Wave作为亚洲领先的娱乐平台 在娱乐界宣布了一个重大消息 在最近的题为Wave永远更多2024的新闻发布会上 披露了两位娱乐界杰出人物赵露丝和王嘉尔 被任命为Wave全球品牌大使的消息 赵露丝以其卓越的演技而闻名 对此次备受尊敬的认可表示感激 他强调了他与Wave的合作历程 提到今年早些时候 他因在备受欢迎的中国电视剧《恋如银河》中的表现 而被Wave泰国授予最佳女演员的称号 该剧取得了显著的成功 成为Wave上最受欢迎的中国电视剧之一 赵露丝被任命为全球品牌大使 象征着他与Wave之间坚固而持久的关系 他期待与全球粉丝建立联系 分享他在中国娱乐行业的经验 并将Wave提供的精彩内容带给全球观众 但这还不是全部 Wave有令人兴奋的未来计划 包括推出新内容 即将推出的节目 包括由GGMM的SAPMA工作室 创作的浪漫喜剧系列 网恋我的心 此外 Wave正在筹备亚洲偶像服务器秀 这是由Transit Video制作的原创节目 这个节目将标志着 泰国的第一个偶像女子团体 在国际舞台上的首次亮相 更特别的是 他将与王嘉尔合作 他将在节目中担任主要导师的角色 赵露斯和王嘉尔与Wave的合作承诺为全球观众带来新鲜而引人入胜的内容 随着Wave不断扩展其全球影响力 粉丝可以期待在不久的将来出现更多令人兴奋的发展 赵露斯和王嘉尔被任命为Wave全球品牌大使的公告 标志着Wave致力于向全球观众提供多样化和富有娱乐性的内容的重要一步 凭借他们的才华和影响力 赵露斯和王嘉尔有望在亚洲娱乐行业留下持久的印记 在时装周上的卓越认可 赵露斯最近的一系列活动 已经巩固了他作为中国备受推崇的娱乐女演员的地位 值得注意的是 他在四大主要时装周期间收到了无与伦比的待遇 成为受到最好款待的明星 值得一提的是 这一任可是在没有任何正式的品牌代言 或合作伙伴关系的情况下获得的 在他事业的巅峰 赵露斯有幸在全球其他人之前 穿上了Vorses最新的2024春夏系列 他独特的地位进一步凸显在 他穿着定制的Vorses浴袍的时候 该品牌官方认可他的时尚选择 将他列为顶级影响者 Vorses的老板多纳泰拉 范萨奇·Donatola Vorses 分享了他在同一套装中的两张照片 与其他明星相比 赵露斯这次的经历可以说是非常成功的 证明了他在娱乐业的地位如日中天 随着赵露斯继续以他的才华和魅力吸引观众 粉丝们可以期待他未来的努力和出席 即将举行的活动 包括抖音精彩之夜活动 史诗剧北航展露头角 以其杰出的阵容赢得了观众的喜爱 在以白鹿远和欧豪的迷人魅力为主导的世界中 一部新的历史剧已经悄然亮相 以其合奏阵容和跨越时空与地点的叙事打动了观众 赢得了他们的心 北航 一部最近在央视播出的四十集历史剧 是许泽陈小说的改编作品 该小说荣获2019年矛盾文学奖的殊荣 这部杰出的剧集展示了一个引人入胜的故事 追随着数名年轻人的生活 他们在运河畔长大 在繁华的花街度过了他们的成年时光 随后踏上了在北京这座庞大城市中的创业之路 在幕后北航拥有一对令人振奋的团队 未叙事注入了生命 导演姚晓峰 以他杰出的作品如虎妈和爱 刚刚好而闻名 因其卓越的人物刻画和对生活细节的细致描绘 而备受好评 与他并肩作战的是杰出的编剧赵东霖 以他创作的与时代共鸣 并携带强烈社会信息的剧本而闻名 该剧的杰出阵容 由备受欢迎的女演员白鹿领衔 她在角色夏凤华中轻松闪耀 此外 魅力肆意的欧豪扮演了电视节目策划人谢旺和 她回到故乡重新与夏凤华取得联系 为一个引人入胜的动态关系奠定了基础 合奏阵容进一步由胡军 李乃文 王学寅和赛娜等才华横溢的演员强化 为观众带来引人入胜的互动和令人难忘的表演 北航的故事跨越了两个十年 巧妙地描绘了角色的成长和转变 他们在不断变化的社会背景下 应对生活的挑战并寻求生命中的意义 这个充满历史背景和情感深度的史诗般旅程 邀请观众沉浸在一个既迷人又发人深思的世界中 在一个聚光灯常常聚集在熟悉事物的世界里 北航已经悄然展露头角 邀请观众与其迷人的合奏阵容 一同踏上自我发现和反思之旅 凭借其丰富的叙事 卓越的表演和对人类经验的深刻探索北航 注定将在历史剧领域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记 未来 我们可以期待赵露斯和电影北航 有更多有趣的消息和新的发展 对于这位明星 他的热情和感情始终只在让他的粉丝开心 对于电影北航 制作团队对质量和创意的关注带来了当之无愧的认可 因此 这两个值得注意的消息都是娱乐界的亮点 让我们继续关注赵露斯和电影北航的发展 希望他们能继续给全世界的观众带来很多乐趣和刺激 继续关注屏幕 相约都在离回来 决定 并且感谢 继续关注屏幕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